好 今天謝謝偉蓮人來出席 我們的下午第一名的活動 就是偉蓮從9.3聽到自己的歌播出的時候 那種心情是怎麼樣的 其實很久沒聽到自己的新歌 在9.3播出了 這在兩個禮拜前左右 就知道新歌 當然第一次聽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的意義 因為很久沒聽到自己的聲音 就是自己的新歌在 電台裡面播出 我們也在期待著你的新專輯 相信之前的朋友都懂得很久 全部都是你寫的喔 沒有啦 不是全部啦 大多數你寫的喔 大多數 對 所以這些歌就是以前你失戀的時候啦 然後你突然間有靈感然後寫的嗎 對啊 你剛剛其實在台上唱的首歌 就找到大師級的人我來寫 是 裡面大部分的歌就是自己 我自己的第一次嘗試啦 就是寫曲 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自己就是要付出這麼多歌曲 然後就是會不會唱片公司說 你要跟我交幾首歌啊 你跟我寫 寫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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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他們老闆就覺得不錯 你也可以把這幾首說進去裡面這樣 OK 所以以後會不會是想要朝這個創作專輯的夢想邁進 當然啦 我還是覺得就是作為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屬於實力派的歌手 所以就當然如果可以再朝這個創作方面發展當然是好的 等下來了可能會盡量的嘗試去解詞 因為很多朋友都覺得我的那個詞 雖然是簡單啊 雖然我的中文文章不是很好啦 可是就簡單還好 很加油 對啦就是盡量 好謝謝